这个是比我们在城市喝的水比较比较高的温水 朋友们 我们看到了像海狮一样的一个在这个河里的动物 有三只就在正前方 它们抬着头正向我们游来 它就是仿照它的声音 然后那个它真的会回应的 那个动物 前面还有很多只它们把头抬起来 特别可爱 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整理好了 我们开始去叢林更深处的一个营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小丁头上的包 对 都是被虫子咬的 这个猴子还挺特别的 它们的尾巴特别的很宽厚的感觉 然后导游说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专门就来捕猎这种猴子 就是为了去猎取它们的这个尾巴 然后用来去就是弹一些灰你知道吗 谈一些电视上什么的 这个理由有点 对 有点无语 我们发现了一棵卡姆木树 卡姆卡姆就是这边 亚马逊特有的一种水果 这个的味道特别酸 然后本地人是会用来做果汁 就放一堆糖在里面 非常好喝 我很喜欢喝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露营的地方了 我们到了新的营地 所以把那个帐篷都搭好 接着就吃午饭 今天中午吃的是牛肉 然后这个是用本地的一种叫做Cocona 有点像黄色的番茄做的一个酱汁 然后每一餐都会有一个水果 我觉得还不错还有饮料 然后今天喝的是我们自己采摘的这个卡姆卡姆 非常有营养 维生素好像比那些橘子层次都要多 我们要出发去看坎门鳄鱼了 鳄鱼是晚上天黑之后才会比较容易看到 所以我们要等到天黑 也就是意味着 在天黑之后 我们要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走两个小时才能回来 然后这两个小时呢就是毒蛇呀 什么蝎子呀这些东西最活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这里有个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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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房子 这是房子 曾经最大的那个C把树之一 这是第二个房子 这是第二个房子 这个是隐蔽的房子 这一家的房子 是这一家房子 对 太大了 天然的这种橡胶 这是一棵橡胶树 这树上很多纹 也是之前的这种制作橡胶的人 在很多年前留下的 我身后这个树就是亚马逊 这边最大的树叫C吧 可以看到大概几十个人才能 乘一缺八个围起来特别高 然后你在底下看吧 它就感觉就是直达天空的感觉 特别高特别高 在温水或近远或近远或是近远 在夜晚 装着蟹 也许如果这个沙子没有人在这里 他们也很近 我告诉你我们继续走 我们回到返回我们会看到很多人 这就是比较多的水 我们喝在城市 因为它有淋漏 在里安娜里面可以看到淋漏 它有淋漏,水是在土地上 哇,这个水有点清甜 好喝 这种非常自然的味道 非常天然的味道 甚至我觉得有点薄荷的味道 朋友们,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们要出发去寻找鳄鱼了 就是,待会呢 我们就会用我们这个头灯呢 去照它们,然后 希望能看到多一些吧 我觉得这么晚,然后去找鳄鱼 可能还会遇到毒蛇 我觉得是我体验过非常刺激的一个体验 你们觉得这个刺激吗? 刺激的话,请勾勾一在屏幕上 我们出发吧 他说是个鱼 但是我完全分辨不出来 你能看到它的眼神 他说这个绿光就是它的头 但是我怎么分辨不出来呢 朋友们,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个鱼吗 我这个绿光就是它的头 看出来的话就扣一 看不出扣二 我肯定是扣二的 看到瑞宇的那个尾巴了吗 朋友们 这边也很清楚了 但这是一只小孩对 哇哦 在哪里 你别看了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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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只大青蛙 我们一路已经看到至少四只大青蛙 我想看到一只狐狸的棠树 这是很不同 比起狐狸更小 我们安全回来了 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们回来的时候 没有遇到什么毒蛇 但是我刚经历过一片 我觉得是蟑螂地狱 就是那片地方到处是蟑螂乱飞 它飞到我们腿上 背上手上 还飞到我脸上 还碰到我嘴巴 我太讨厌蟑螂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非常恶心 人家的丛林里面还有蟑螂 我真是想不到 哇塞 小竿钓到了 它怎么这么厉害 它才第二竿就钓到了 第一次见到十人鱼